记者翁玉皇新北报道,国民党2018新北市长初选将于清明节连续假期举办全民调仪式,参选新北市长的周锡伟和侯友宜今天一口同声表达支持,党中央将于4月3、4、5日举行全民调,决定由谁代表国民党初战新北。 今年清明节有5天的连续假期,许多民众都安排全家出游或是返乡祭祖,因此大家担心民调结果会受影响。 周锡伟今天被问到此事,他指出他在党内协调时曾经很用力提过此事不恰当,但是党中央坚持他觉得既然如此,他也不再坚持而且会尊重民调结果。 侯友宜被问到此事则指出自己对民调操作方式并不是很了解,但党既然已经做了决定,他就会遵照着游戏规则走至于是否可能产生其他的结果。 侯友宜说我们尽力就好。